而民进党今天召开中职会 通过了台南市长黄伟哲 高雄市长陈其迈 还有嘉义县县长翁张良 三位寻求连任县市长的提名作业 不过最受到关注的是 最近因为这个宪明案 陷入到困扰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佳 这点名黄伟哲曾经监控他 而黄伟哲则是亲赴党中央做说明 强调自己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位同志 不过也坦言 没有情绪是假的 听到其实蛮难过的 在立委陈明文陪同下 嘉义县长翁张良 走进民进党部满脸笑容 高雄市长唯一支持陈其迈 高雄市长陈其迈随后抵达 也是老神在在 只有台南市长黄伟哲一脸严肃 因为就在民进党中职会前夕 卷入宪明风暴 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佳 点名黄伟哲当年曾监控他 应该说明清楚 民进党中职会启动高雄市台南市跟嘉义县三县市 寻求连任的县市长提名作业 历经超过三小时 黄伟哲宣明案备受关注 当事人做好准备 我很清楚的说明我没有做出卖同志的事情 在档案局里面的封存的这些资料 我真的不知道内容是 审判自己的同志 我觉得是有点 还没有经过证实之前 就这样来来审判自己的同志是有点怪怪的 这个原本就是六都就是 总统的权力 主席的权力 尊重他的说法 虽然内部讨论气氛临重 但最终选择团结对外 三位争取连任的县市首长都获得党内提名 接下来就剩通过选民考验 记者战区六位成台报导